今天呢就是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 大家问的最多就是我们的发型问题 首先想跟大家说 我们的头发呢一般是不烫的 那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么卷的呢 首先很简单就是先看我们 看我后面就扎一个这样的揪揪子 然后先给你看下放下来之后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放下来就是大家看到这种卷的头发 但是我们这个头发并不是我们用去 用那个电卷棒卷的 那我们是怎么扎这个头发呢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大家见到最多一种滴滴的 反正我们就是平时喜欢扎这种滴滴的碗头 就是手全过来 就是轻轻的扎一个花包 就是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发型 就假如需要凹造型的话 就放下来就是卷了 大概像扎一个这样的花包头的话 大概20到30分钟画来就挺卷了 再看一下效果 之后就是那么卷之后你可以再喷一些定型喷雾 它可能就维持的时间会更久一点 我头发还是短一点 就是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 像姐姐头发长一点的话 就是放下来就是很好看的大波浪 非常非常自然 就是不需要电卷棒那种 但是姐姐今天没有化妆就不给你们展示了 就由我这个中长发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还有一种就是我前两个视频 就是有一个像那种小爆炸头的感觉 就是小卷的那个头发 有些同学问我是怎么弄的 我呢就是用这种水果纹的蛋卷头 这种卷棒夹的就是把头发呢先分成中分 一点中分 对 然后再这样一层一层的夹 这样子分一下 然后像这种加热了 然后就这样子 你醋一醋的慢慢来 这里这样 来就是用这种卷棒 水不纹的电卷棒 你去淘宝上搜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夹 之后就是又碰到卷的头发了 很简单 好了 前面大家问的最多的卷发问题就回答完了 接下来呢就是会答一些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先从第一个问题讲起好了 就是我们是哪里人 很多人说我们是广州人 其实我们俩不是广州人 我们俩现在住在广州 我们俩是江西人 然后祖籍在浙江 然后在之前我们可能就是山西太远远了 第二个人是呢就是之前人在我的视频说好 就是看到我嘴上有个疤痕 所以的确是有个疤痕 就是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从蓝皮嘛 从身上摔下来 然后就留下了这个疤 但是并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的自信 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 就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自身的缺陷 然后一直感到自卑 然后我并不是这样子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成像范冰冰 Angela baby那样 但是要每个人都长成这样的话 大家起不就长得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是不是 可能你觉得你啊 脸大 或者鼻子不高 但是像我们亚洲人这种特点其实非常普遍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在我们眼中 也不必说人家什么鼻子不高啊什么之类的 毕竟我们是亚洲人 又不是像那种外国人 鼻子扇根很高 而且将我们自身的特点通过 我们会自己学化妆啊 来修饰一下我们的缺点 但其实自信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起码要自信 才会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接着再说一下身高体重 我的身高是170 体重现在是54KG 姐姐呢就是1.73 其实之前呢 因为我们说我们俩现在减肥嘛 因为之前我的确是吃胖了 其实对于减肥这个 真的我很有话理权 毕竟曾经是有一个正常 正常身材 发展为胖身材 然后又通过努力减肥 又回到现在正常身材 其实对于胖瘦的话 我真的不觉得就是 一定要瘦出骨板 才会好看 就是一个人的体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现在我的话 你说我在减肥 人家看着我觉得 为什么你还减肥 其实我肚子上很多肉 我觉得自己缺乏运动 然后之前吃的太不规律了 然后现在想调整一下 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有空的话 我会想去 以我的减肥心得来出一期视频 因为我大概 从最胖到现在 减了大概有30集 过程嘛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煎熬 现在我就说了 到时候有着下期视频 以后的视频会说的 还有呢就是关于性格的问题 我和我姐 我们两个性格是两种 我是比较活泼的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随时随地 可能会丰富自我的那种 然后我姐呢就是比较比我成熟 像一般我们的Vogue里面的 做菜一般都是我姐做的 然后我在偶尔就是打打下手 然后一些出一些美妆视频 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很专业的 大家就喜欢的话就可以看 我也会不断的努力 这一次呢姐姐没化妆 所以你就没有一起同框 以后争取做同框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这么多 以后大家还对我们 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问 也可以留言给我 之后呢 我会总结的 一一来回答大家 姐姐也开通B站了 姐姐的B站号也叫做 她姐 你好 没有人是准备的 这一次